最热血最刺激的学生篮球HBL高中篮球联赛的男子组复赛 今天在高雄中学体育馆开打咯 有12支队伍要争取8张准决赛的门票 那么现场有多热闹呢 一起去看看 一年一度的HBL高中篮球联赛 在25号耶诞节当天 仪式高雄中学体育馆热闹开打 进行为期6天的复赛 体育馆内挂满12支球队的宣传布条 各自占地为王 精满所有的篮杆空位 三名加上球员还有个人的专属海报 十分受到地主球迷的支持 球迷疯狂的叫声让南部球队 在每年遗失高雄的复赛 拥有不少的主场优势 就连吉祥物也到场带动气氛 面对场面观众的鼓噪呐喊 要如何不受影响 成为中北部球队的严厉考验 当然会有压力 因为毕竟这个球场的气氛 然后都是靠这些南部热情的球迷 那南部热情的球迷 大部分都来自于南部球队的学生跟家长 今年的负载外卡改由六取二 这样的赛制改变让比赛更加刺激 就算负载排最后一名 到外卡赛都还有机会 这个赛制改是对最后一名的队 就是有机会还可以再继续拼看看 我是希望说能够顺利 直接晋级前三名 那是最好不要再打到后面去了 分分都很重要 场场都是关键 热血的HBL高中篮球联赛 就是要你好看 有点TV郑伟任章一期高雄报道